演繹圈就像一个大家庭 很多艺人把其他明星都当成同事 私下也会约出去玩 彼此都有着好交情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 过去电音天后谢金燕跟台语歌后 孙淑妹两人就情同姐妹 遇到很多人生中的大事情都会彼此力挺 没想到近日却传出 其实双方已经不再是闺蜜 孙淑妹也出面松口了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孙淑妹跟谢金燕因为都是同一个经纪人 所以彼此蛮熟悉 她也笑称谢金燕是同事 还搞笑说 因为推出新专辑 所以身为同事的谢金燕 不得不帮忙宣传 让不少人笑翻 但实际上 众所皆知的是 过去他们情同姐妹 有着非常好的交情 像是过去谢金燕虽然形势低调 但也帮孙淑妹写歌 甚至经历诸葛亮妇女感情的问题 孙淑妹也会帮忙挡架 彼此有着革命情感 不过孙淑妹近日也坦言 其实跟谢金燕在近几年 就已经很少联络了 可说是断联的状态 而近期孙淑妹发新专辑 谢金燕也在社群平台上转发消息 孙淑妹一席话也倒破双方情依 因为彼此有好交情 孙淑妹也开玩笑说 对方是不得已帮自己的忙 不过也坦言 虽然都很熟 可是现在双方互动是真的少 最主要的原因也曝光了 孙淑妹说 其实自己也真的不知道 谢金燕有没有听过自己的新歌 但是意气相挺还是很感谢 只是为何过去的好姐妹变成这样 她笑说主要是谢金燕是个低调的人 自己也是尤其父亲过世后 更少和朋友联系 因此这几年才会几乎没有往来 如今得到姐妹帮忙 也是开心不意